大冬季的客水酒 可以很清楚看到 煮米酒下的威控總控 在前面對煮米酒 儲募收件結尾 關火文化酒 只開了一場新早會議 對它說明 受伴工程的幾位內容 也希望拆落鄉親的意見 這次開完會 社區機民對到會議結果 優惠不是很萬一 我們的看法是 最好的我們開台的酒頭 如果來到這裡 這種大酒頭 比你七千磅的昂摩托 還比較重 你可以錄大酒 還有冠季大酒筋肉筋冠季 我相信這樣做起來 可能三次大酒要怎麼保存掉 或是說這樣做 不然說 不然說這個錢 花得很圓滑 其實過期就是 都不照顧他們建議去做 所以大酒來都成功 雖然在地居民非常希望 能夠用傳統的這種 大使的工法去做奠基 那因為這個部分 後來基於在討論的裡面來講 會增加相當高的工程預算 那以目前來講 可能要再去跟各個單位 再去爭取預算 可能就會擱置了我們 這樣的糯米橋的整建維修的工期 那因為中央的預算也都有 這樣的一個年 這樣的一個年中預算的問題 但因為收貨經費 由三個工家機關來做會信頓 他們出自美教最重要的管理款 是壓力較重 對出文化協標時 柯淨調後才會當占對電風民眾 最關心的 做美教堂和南四世 來政出經費 但是因為現在權責單位不明 所以我們可能會在近期裡面 由我們陳代理線 來主持這樣一個共管的一個 或者是分折的 這樣的一個橋樑的一個管理權責的 這樣的會議 來把它釐清 那我想釐清之後 確定了這樣的一個保管單位之後 我們再極力來跟部裡面 爭取橋上護欄的 這樣的一個維修的經費 那到時候我想部裡面也會來支持 我們買頭 這邊是到那個 有放那個 木材那裡 從這個英文剪掉 差不多 五公俏看起來了 社區記名也表示 幾個北港客舅 包括兩款的買頭 都已經全部剩下了 過去營養水流的問題 也完全消失 但是就客水沒有造改來變快 是不是的新衛未來 破壞做美教 穩定性的可能性風險 也屬要上官單位繼續密切觀察 記者檢測 我轉彩虹不斷